判硕士给我,当然论文都生出来了 可以拿到硕士学位了吧 插画家冒险记现在可以在博客来 还有各大书店都可以买得到哦 然后电子书的话会上市 电子书大家就是自己去看你用哪一家的电子书 然后可能要搜寻一下 看他什么时候上架 因为每一家上架的时间不太一样 好,今天的直播第一个重点就是要来介绍我刚刚热腾腾出版的新书 有没有还没买的人,然后还在考虑要不要买 就是你可能想说里面的内容,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使用 所以还在犹豫要不要买的,我可以为你解惑一下 这本主要就是推荐给那种想要开始踏入这个行业的人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也要说就是我就做这个工作大概五六年嘛 就是有很多很多比我更厉害的人 但是为什么还是选择要出一本书呢? 就是我也是之前看到有人分享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一直觉得自己还没有到很厉害 就是厉害到可以来教人家东西 所以你就一直不愿意去做这种分享 或是去可能就是开课写书教人家一些东西 因为会觉得自己不够厉害 可是事实上有怎么讲 就是比我厉害的人很多 可是比我还新手还初学的人也很多 所以其实很新手的这些人呢 就可以来看我写的书 他那篇文就是在讲说 如果你已经成为大师了 然后你来写这种就是教一些初学者或是新手的内容的时候 其实会跟这些新手有很大的距离 所以不一定使用 那我就想说 那我就可以趁我现在这个阶段来写这个书 然后就因为我现在离新手也还没有到非常的远 所以可能我在过个五年十年 有机会变成大师的时候 我可能就写不出这样的内容了 所以我就想说那就出吧 就是不用担心说有更厉害的人看到 然后就觉得哇我写的很不怎样 就是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就也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有想要做教学啊 或是做一些分享一些内容 就在社群上面分享一些内容 就不要去想说有很多比自己更厉害的人 然后就害怕不敢去写不敢去讲 真的是论文等级耶 里面就是我的那个word的档案里面是有三万三千多字 然后还不包括可能后面有再加一些些就是论稿之类 可能就多个几百字这样 总之它是一本超过三万字的书 而且我那时候啊我在写的时候我还去 就是我写完大概第一章吧 我想说我好像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写 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 一般人就是如果要出一本书 大概要写到多少字他才不会看起来很担保 然后我查的那个结果是说要写到两万多字 你的书才不会感觉很薄 然后我就开始努力的写写写 然后把可以加的东西都加进去 然后就变那么厚 然后这本除了字超多之外 我也画超多图 因为我知道现在大家都不太爱看字 所以图就是像这样子 其实应该几乎每一页都是有图的啦 就是图加三万多个字才有这个厚度 图的部分我自己看我档案是存了 好像一百五十几个档案 虽然说图有大有小 但也是画超多图的 应该随便翻译页都有图吧 然后我尽量把一些比较 可能是那种真实经历啊 经验的那种我就画成这种小漫画 就是有一些对话 然后让大家可以比较好理解情境 比较好理解发生什么事 然后不会觉得看很多字 然后看到头很晕这样 我觉得写这本书的过程还算蛮疗愈的 就是我一边在整理 就这几年来发生过的事情 然后一边就是把这些坏人都 画进去写进去 然后就觉得很爽 这本书的核心之一 就是大家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创业的老板来看 不要觉得我是一个小插画家 在帮人家画图 人家有给我钱我就很满足 没有 我们都是自己创业的老板 所以你要用一种人家找你画图 是要跟你做一些商业合作的这种心态 来经营你们的策划事业 然后啊就是除了一些我自己的这种经验之外 里面有写到蛮多 就是我有蛮大一部分是在写 专案管理跟档案管理这件事情 这个呢也是因为我去年 去年年初还是年中 反正去年我有开过一次那个 线上的直播 不是算直播课吗 直播课就是用Google Meet 开会是给大家上课的 就是在讲创作者的专案管理跟 档案管理跟一些比方说合约啊 报价单怎么写这种东西 反应还蛮好的 然后后来大家有问说 可不可以再开 或是把它弄成线上课程 但刚好在那个时候 就是这间生志 生志书位就来找我出书 然后想说那我 不然我就把这些东西写到书里面 我就不用再花时间开课 这个书里面我也是一直在强调大家 不要一直觉得画画当工作 就是把兴趣当工作 它是不一样的事情 工作就是工作 不会有人喜欢工作 你再怎么喜欢画画 你也不会喜欢一直画画的工作 总之就是写了这些东西进去